我因为一句婆婆不是妈 就因为这一个观点 所以害得我两次要自杀 多次想杀害自己的丈夫 然后就是 刚才主持人稍微是有一个小误点 就是我是两个女儿 就是孩子啊 大孩子 常年多病 然后呢 差不多一点 闹的是家败人亡 下面我就跟大家聊一下 我是因为什么才有这些个恶报 我呢 出生在农村 我的父母 今年 我的爸爸今年八十多岁 我的妈妈今年七十多岁 就是他们夫妻两个人呢 根本就没学过传统文化 所以我在小的时候吧 就是在一个什么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呢 我母亲过门之后 就是因为一些生活中的琐碎事 跟我的奶奶 他们就整天打架 他们就是这场战争维持了三十年 就是我在小的时候吧 我们家里头啊 长期的是出入骂 就是打 所以那时候 打得最厉害的时候 都 我妈妈都把我们要送到邻居家藏起来 她以后就说 动这个硬东西 把我们给伤了 就是这样 那时候我就想啊 我想我说的 我的奶奶是我妈妈的婆婆 我说我妈妈 我姑姑 我爸爸 他们你们都是亲人 都是最近人 你们为什么老打呀 那时候解不开 也没人去教会我 怎么去做的 然后看到我妈妈定在床上了 就我就拉着妈妈的手哭 哭完以后 我就从心里头啊 就就自个儿 按下一个什么决心呢 我一定要给我的妈妈报仇 那时候我妈妈也 就是经常跟我说 哎呀妈妈气死了 你说怎么办呢 也没人管我呀 所以那时候我就特别恨我的奶奶 我就知道 我的奶奶是我妈妈的婆婆 所以走到 我们家是农村嘛 就走到街里头 看到 只要这人是婆婆 当奶奶了 我就特别恨他们 我说你们这些老家 你们都不死了呢 你们有你们活着 整个所有家庭都是那么乱 你听见吧 这个骂婆婆 那个骂婆婆 我说这婆婆怎么那么坏呢 实际上那时候就不懂得 都互相谦让 互相去爱去 没有人交给我 所以那时候 我就下了门决心啊 我说等我长大了以后 我要给我妈报仇 我要 因为我姑姑比我大十岁 那时候他们也就在一起打嘛 我说我一定把他们制服了 所以这就是我从小到大 这段经历就是这样 然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因为咱们刚才 这个张瑞结章已经讲了 一切你善就善报 你饿就饿报 凡事都是有一个种子 对吧 就是我是一什么样的孩子 从小时候特别忤逆 不懂得什么叫柔顺 因为女子的天性就是柔顺嘛 不懂得 特别自私自利 还特别刚强 怎么着呢 我犯了错误了 爸爸妈妈告诉我 这样是错的 然后我就头一歪 我告诉我爸我妈 我说你们别管我 你也管不了我 你们知道什么是错 什么是对的 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还管我 我说你们天天还骂店呢 你们还管我 就是这么顶 然后呢 自个儿就是特别侮蔑啊 特别霸道 我有两个弟弟 两个妹妹 他们谁不听我话 我就是一个打 都是把你打服了 多而为止 而我周围的小伙伴 不管是男孩子 是女孩子啊 只要是跟我们在一起玩的 你只要不服从我的领导 我就打你 非把你打服了不可 然后就是自个儿 还特别自私自利 这个东西是我的 你别给我站啊 你别给我猫 这东西是我的 吃你的东西啊 我看着要好 我非得给你霸占过来 不行我看着要是不好 你别让我跟点儿来 所以说从小的时候 就养成就这么一种 饿的这个习惯 然后呢 就是到了该谈婚论嫁了 人到大了以后 你作为一个女子来讲 你必须你得出嫁啊 那时候我就特别犯处了 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 这可倒霉了 你说我是一女的 我还得结婚 还得搞对象 我搞对象吗 还得跟婆婆一串住去 你说要是 我就那时候我就特别发愁 我说还得跟她弄一串住去 这怎么跟进牢笼似的 然后我就想 我说这要是搞一个 没有爹妈的光棍 这么一个人也挺好的 其实如果说现在说起来 就是我就是一个缺德 但是当时我不知道 就假如这个光棍一个人适合我 所以说我就要找这么一个人 可是没有啊 你因为你这想法是缺德的 那倒老天爷不肯给你 就那么那么一个好账 给你搁这儿吧 然后已经都到了二十步了 我说这怎么办呢 底下妹妹我们都差两岁 都长起来了 你说弟弟也该搞对象了 妹妹也该搞对象了 然后我就想吧 我说的 带带降低一点条件吧 就找一个老实的 听话的 好本的 搞这么一个 哎 这个条件挺适合的 结果我就跟我们村的 就是现在我这丈夫 我们两个人是自留恋爱 那时候我看到呢 就是特别老实啊 人也就是特别实在 然后呢 脾气呢也特别好 跟他自个儿的兄弟姐们 都上得来 我们就说 现在就是我的公公婆吧 也是这么一个 特别老实 就是特别实在 这么老两口子 我这老公公 还特别孝顺 所以说人家这一家子啊 都特别和气 就是孩子敬大人 这老人呢 就是疼孩子 始终没有过 就是家庭争吵 就这种现象 始终没有过 然后我呢 就是找到这个以后呢 但是我当时我没说啊 你你你你 你别要你妈 你等着我没说 就是我就带着这个 婆婆不是妈 这个观点 我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 我根本就看不上婆婆 所以说打监会以后啊 我没管婆婆 叫我一句妈妈 没管公公 叫我一句爸爸 这是吃饭的时候 您您您那西的 您喝完了 您自个儿盛去吧 是您想喝水 您自个儿端去吧 根本就在我脑子里 没有这个概念 说给老人传完西的 给老人端完水 没有 然后 就是到我结婚 三个月的时候吧 因为就是自然 小产了 那时候呢 就是应该是婆婆在家照顾我吧 然后我婆婆就因为有事出门了 我把我妈就给叫过来了 当时我就这么想 我说的 这个我这个想法太对了 真的婆婆不是妈呀 隔着一层肚皮就隔层膳呢 我儿媳妇不是婆婆养活呢 所以儿媳妇掉了孩子了 然后婆婆走了 那如果我就这么想 我说这要是您自个儿的闺女 那您能这么忍心去做吗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从心里就动恨我的婆婆了 就是我就这么想 我说的老家伙 你就盯着吧 将来以后 你这个树叶一定要落在 我这树根里去 反正你现在能动不了 我这儿我也不理你 将来以后盯你动不了了 你看我整你不整你 我整你我不会一下整死你 我要慢慢慢慢就让你 那么难受死 当时我就这么想的 就是结婚啊 二十多年来 就知道我接触传统文化之前啊 所以说我对我的婆婆 始终就是没有恭敬 就是说 有时候你们俩 我们就是住在对面屋嘛 就是住住在对面屋啊 然后我们就是 谁也 我也不打我国吧 就是谁也不理谁 最恨的盯什么程度 我简单说吧 因为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 还有只有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我就把大概集 我说的这点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因为有好多事 已经都讲过完了 不能耽误大家吃饭时间 就是说 我婆婆在零八年那时候啊 就是老人家 大出血 是鼻动 就是鼻后腔出血 那时候 就是喷往外喷血 第一次 喷完血以后 送到我们家的这个县医院 到那做完了就是这个 焊接手术以后 然后到家以后又喷 喷完以后 就整个的血又出来了 出来以后 然后我 我丈夫他们就拉着 我婆婆到了天津第一 人民医院 到那以后呢 这个医院检查以后 说的 就这个老人 已经都没法治了 根本就不能治 你们能转院 能转院 转不了院 有可能就老人 就过一两个小时 就有可能就没有了 然后我丈夫他们 就一直拉着啊 我婆婆到了 我们天津就是最有名的 环户医院 当了以后 就给补血 第一次补血 补完血以后 没过两个小时 整治就试那个鼻子 试那嘴 整治就全穿出来了 穿出以后 呆鼓就是特别紧张啊 就是用各种方法 就给再给这 盯到第二次 再给书血 呆鼓就告诉我们家这亲人 我的小姑 我大姑 还有我的小叔子 他们 就是你们现在 如果说你们不给血 你们不输血 我们没有血 给老人输血 结果我们家这些亲人们 就是都输血 然后就是放着换去 给老人输了血 输完血以后 一宿的工伙 又都出血 并到最后 环国医院 他们这些个大夫就说了 说我们确实是不能为力的 可是当时就是 我丈夫他们就都给大夫跪下了 就跟大夫就求大夫 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妈妈救下来 所以说我的小姑 他们我大夫他们就是都跪着求大夫 大夫就使劲 就是他们用他们所有的那个技术 就是在抢救我的老婆 当时病危通知就下来了 我丈夫就给我 当时我没去啊 可是就是在那种情况下 我都没上去 我说看着我婆婆什么呀 我没去 我就 就是对老人一点 什么感觉都没有 当时我丈夫就给我打电话 我们家里就说 说他现在这边病危通知 已经下来三次了 说你赶紧准备好床板 就是后事你一切 你在家都准备 然后我们有可能随时随地 就把老人给拉回去 当时我怎么想嘛 当时我就想 我说老家伙 你可有这条了 你耐死你都死 你耐活你就活吧 我心里就接电话以后 就特别高兴啊 就是说我这块心头 这个恨可去下去了 你们什么时候死 拉下来 我就一烧烧完就得了 我连哭都不哭 当时我就这么想 就说这是我对我的婆婆 然后我婆婆 因为我的孩子 我不会做妈妈 我的孩子就是从小时候 刚才主任人已经都讲了 就是从小体弱多病 为什么 因为在我怀着他的时候 天天恨丈夫 恨婆婆 然后生完他以后 就是咱们大家刚刚 就是听到张瑞局长讲的 咱们水实验 咱们身上70%的水温 如果说你天天要是怨恨 这个细胞是不是天天再有趣啊 你每天 你天24小时 你一时都 都在这怨恨当中 所以说我们排除这个乳汁 是不是也受污染 它是不是也有毒的 孩子身体又小又胶弱 我的孩子生下来 三天 就这三天当中哭没完 一直都哭 然后问大夫大夫说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就是当时就吃过奶嘛 就是那时候这点奶都给毒了 孩子吃完以后 他肯定是不好受啊 抱到家以后三个月 我那孩子是黑白就哭啊 然后我婆婆怎么看着啊 这时候抱着 抱着孩子 这时候拿一个筷子 或者一木棍 然后在这个床边 放一个小盆 这盆还不能太响了 还不能不响了 孩子一哭 这个颠着着 这个邦邦邦邦邦邦 就敲那小盆 这孩子什么时候不哭 这老人什么时候不敲的 就这样就把这个老人 那成监照言嘛 就跟我说 说的哎呀 建立啊 说我这个监照言 特别难受的 不行 你把孩子 你给姥姥送几天去吧 当时我怎么说的 我就这么说的 我说告诉您啊 您想看这孩子 这孩子姓您的姓 不姓我妈的姓 您要是看 您就看 您要是不看 想说给我妈也行 我马上能送你 但是说您永远别想 说想见孩子 门都没有 我绝对不让您看 然后老人听到 就说我说完这句话以后 其实老人难受门 他疼在夜里 都睡不了觉 你有时候哼哼 我在对面屋里 我都能听得见 然后我从心里 我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 我就想 我说这孩子 就是你的孙女 你当然就应该的 你就得看类似你也应该看 没有良心的 因为当时没有人去告诉我 所以这就是不孝 所以说老人就受了那么大痛苦 可是当时我不知道 我不懂的 就是我就是对老人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 再有第二个 就是控制我的丈夫 你只要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分家了 我们就是搬家过去了 离我们婆婆家那边有四五百米 那时候我就对我丈夫控制特别严 我就告诉我的丈夫 你既然把我取家来了 你就要听我的 你别跟你妈那边联系 你跟他们联系就不行 为什么 你跟你妈妈长期在一起 你的感情跟他们深了 你就跟我没感情了 有时候 可是那时候就是属于我心脏啊 我就想 我说你妈要跟你说点我坏话 你那边也恨着我 那我这家就不要了 所以说 她去那边 给妈妈爸爸干什么 我回来就大脸 我回来就是一通的 最起码是一通的嘟嘟 然后盯到再以后吧 但是就说我丈夫 因为他是孝子吧 他根本就是不听 有时候还去 去我就发现 我管不了 我怎么办 我就打 就是有时候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两个人提起来了 只要说是他想管老人 就是这桌子 一桌子菜也好 饭也好 上去以后 我就马上就掀了 掀了 就是有时候这个汤啊 甚至她的身上就往下流 就是因为这样 我的孩子 我的大女儿 那是刚从小 就是在我们两个人 打架当中长起来的 每到听到我 跟我的战口打架 每到听到我 就是掀桌子 孩子都下的尿裤子 就站到嘎嘎里头 他不敢动 所以说 每到提起这件的时候 我就感觉 同一会儿 就特别对不起我的孩子 因为我受了他了 我没把他带好 我没给他 一个好的环境 然后就是说 这么多年啊 我从来没停止过 这个丈夫 就这么欺压 这么管着 就是还有一次啊 我就简单给大家说吧 我们俩 就是 也是在提这个养老人 我就不让他管 我就不让他给 你给什么东西 你给粮食也好 你给什么也好 我就不让你给 你去给 干活去 我也不让你去 然后叔叔打起来了 我就是一把下去啊 就站我站过脸 就这儿 就这四个手指 下去以后 四条的肉就下来了 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我的手指 就这指甲很薄 他呢就特别瘦 他就是这 就这样一下 下去以后 这四道鞋领的就下来了 当时他看到我 确实是我丈夫 很老实 当时看我以后 我手一甩就走了 然后再又就是 也是这样 到现在来这 你看就我丈夫 就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 右个臂 这个 就这拐弯上 跟现在 还有一个大巴勒 那大巴勒 是我给咬的 就是 为什么呢 你只要你去 你爸爸妈妈那边 你只要去 孝顺你爸爸妈妈 我就不让你去 我就想管着你 你 你跟我是两头的 你就是照顾我这家 你把我们俩俩照顾好了 都行了 你爸你妈死活 根本跟我没关系 他们那怎么着怎么着 你想想 你的儿子 把媳妇给娶到家了 你跟你妈 你爸还有什么关系 从来没想过 这个爹娘 辛苦不辛苦 从来没想过 然后 就是最两次重点的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那时候 我丈夫就说我 我说我告诉你 做人你要有心 谁都不是十多数 蹦出来的 你假如说 你要是这样 将来以后 你不会得好 我当时我就想 那也怎照怎照呢 我看不见谁 坏人什么样了 我也看不见 好人什么样了 反正是我就是管你 你要是不听 我就打 但是我还不跟你离婚 我就让你 我就跟你死耙子 那个死磨硬泡 跟你破耙子 不要在一起了 反正是 我不好受 你也不好受 就是这样 然后 就是有一次吧 我们在地里的干活回来 因为那时候很晚了 回来以后呢 我在家里做饭 当我把饭做熟了 就是找我丈夫吃饭 他人不在家 我当时我就想 我说一定又到他妈妈那 就是当时我就这么想 都给大家怎么汇报 我就这么想 我说又到他妈妈那边 瞧瞧妈妈去了 行 这回 你不就跟我这样 你不听我话吗 没问题 我就是这回给你来一下瞧瞧 那么我们就是 党院吧 一进党院以后 看到我的丈夫 跟我的公公婆婆 他们在一起吃饭 当时我的伙子就 就起来了 起来以后 我就想 哎呀 我说这啥老不死的 你是天天的 你离间我们夫妻关系 你天天你拉拢你们儿子 把你儿子拉拢来 你就是让他跟我不和谐 所以说第一个 是恨我的公公 恨我的婆婆 然后第二个 就看我的丈夫 坐在那吃饭 我就想 我说 你从地里干活 你直接上你妈这来 你吃个限制的 我从家里还得做饭 还得等着你 到现在为止 你不想我有多累 你上来 跟你妈 跟你爸爸吃饭 我进屋以后 当时我是 是找那菜刀 没找到 因为他们坐这儿 吃饭 都是把这个碗厨 都给围上了 如果说当时 要是我手 抄着菜刀的话 那有可能 就这一刀下去 因为我就想 你不服 我不会让你好受 所以当时菜刀 没找到以后 我就一把就 把那个拽出来 拽出来以后 我就能一退他 因为我们台阶子 就跟刚才那个台阶上 很高啊 就一下子退去了 退以后 他就摔那会儿了 摔那以后 就是我们党院啊 有那种 不是现在盖房的红砖 就是过去那种 很大 很厚那种蓝砖 就有这么宽啊 这么长的 就那种大砖 我就想啊 我说这一下 我要砸死你了 就砸死了 我砸不死啊 我也让你啊 有一次叫你 当时我就抄起来以后 我就使劲地就 就炸我账户的后脑 就砸下去了 他就是 看我砸起以后 他就这么小一堂 一下整个就 全拍在这个胳膊上 当时他就动不了了 可是我拍完他以后啊 我根本没看看他 他怎么着 我扭头就走了 然后他 就是我的公共 就那一次被气的 老人家急火攻心 然后就说 老人家把他给裁进以后 老人家照顾他 多少天 半个多月 他那胳膊才能动 然后就说 第二个是什么呢 结婚这么多年啊 我没给过老公公老婆婆钱 就到时候让丈夫给钱 养着老公公老婆婆 没有过 我们家种园子 每当他卖菜回来的时候 他就把钱给我 给你吧 我说不用了 我说给你吧 你钱给我存着吧 我拿着挺不方便的 但是说这样 你必须你得 钱有数 我得有数 你都没有多少钱 你得告诉我 然后过些日子啊 我得跟他对账 你过来吧 吃完饭没事的 你过来吧 其实真的 我的丈夫很老实 很实在那么一人 到我跟前这 不是 你这个都没有多少钱呢 你都干嘛花了 然后我丈夫 就是一点点 他给我 就是往上对 这有时候想不起来 怎么办呢 然后我跟他说啊 他没有记账 谁过日子记账啊 我接着我买一个牙刷去 赶紧我买一块肥皂 谁去这样啊 但是我账都做到了 为什么 然后给挤着他 我这样 我拿着别啊 买了一个挺厚的 一个日记本 我就 我就还记性呢 我就说 我说 怎么买这么厚一日记本呢 感觉是干嘛 怕这一年记不倒头 你这个本记完了 搁一边的丢了 怎么办 找不着了 交账了 交不着账了 然后就这么记啊 我记着 我买化肥 我花多少钱 然后 我卖多少钱 一笔一笔记 记完了以后 就告诉我 这个钱 你看看 都在这呢 这个账啊 你看看 你核对一下 对不对 不对的 我跟你 你再找我 比现在这个 咱们查的贪官还厉害呀 大家是 大家别一笑啊 您知道吗 在您的笑子当中 您知道 我再种一什么 再种一饿的 种子呀 然后就这样啊 就是在 零七年的时候 我就无意中重啊 听孩子就说 孩子说的 因为我小孩子 今天刚十四岁 孩子就说 我 我爸爸 给我奶奶 二百块钱 但是他还没使劲说 就这么一说 我一听 啊 我说怎么 你爸爸 给你奶奶的钱 妈您可别说啊 说完我爸 该打我了 哦 我说行 我说谁说的 我奶奶跟我姑说的 说的 就指我那孩子 说他爸 今天还给我二百块钱呢 然后 我就到家以后 我当时 那我 我就 就是下决心了 我就想 我说你 你这么多年了 你就这么 给我地账也好 你赶的是骗我 你还有小金库 是吧 你那小金库 你不算账内之处 行 我说这回咱们啊 就最后一拼 拼死你就拼死了 拼不死 我也就 就得了 啊 我就 他加了以后 我就问他 我说 你给你妈钱 给你爸钱了吗 他说没有啊 我说没有 我说你不老讲究 做人要实在吗 我说你怎么不说实话呢 我说你要是不说实话哈 今天我告诉你 我就让他一个天翻地覆 我说你看看 我说告诉你 我说到做到 咱找你妈去 你看 你要是让你妈省心 你就说实话 你这么长时间 你给你妈多少钱 你要是不让你妈省心 咱就走 他当时一看我拽样 确实是我真够缺的 也够绝的 当时 就是他看到我这儿以后 他说的 我就讲着 我说今年 这个菜挺好卖的 就多卖点钱 就给老人二百块钱 我说你这么多年 你给多少了 我说你都不跟我说实话 你还得上做一好人 你给完了 你还得跟你妈说 我不得给那是吗 所以说我们俩就越说越多 说完以后就 我们就 其实他不打我 你想想我的丈夫一米八来的 就是一个男的 他能打你嘴呢 能打不着吗 然后我就给拽拿去了 拽拿以后 我就推他这一下 没推的 就我们这样的 不因为就中原件了 有好多就那种 大木头干的 就是大架似的 他得就这么汗一个大木头 我就使劲 就又找着脑袋打下去了 两次我没打别手 我就打着脑袋 我就想 我说这一下我打死你 我就赚 我打不死你 我也不让你好受 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你不听我话 因为我管不住你 我就让你 得不得好死 大家看看 说我结婚了二十多年 我们家里头 从来没停止过一天战争 家里从来没有一天安静过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当我的孩子听到别人打架的时候 孩子都下了尿裤子 我的家里是一个什么样 当我进我们的家里的时候 他不理我 我不理他 他跟我说 我不理他 天天就连着 天天这样 想什么 我想怎么办 我想怎么对我丈夫 我管不了你 我得要把你治死了 所以说那时候的 一点人心都没有了 就是说我说到这里头 我就让大家能明白一个什么道理 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 从小要教育他干嘛 教育他要有一个孝顺的心 要温柔 女子的天性就是温柔 温柔你就不忤逆 温柔你就不暴躁 你就不刚强 您看看我从小时候 不懂得孝顺父母 虽然长大了以后 不懂得孝顺我的公公婆婆 我从小时候 总想跟我妈报仇 自着老学男孩子 对周围的小朋友也好 就是一个 打 打俘虏为止 长大了以后 对我的丈夫 也下多少 大家想一想 那是最亲近的人 百年修的同传度 千年修的共证面 我们修了多生多世 才能在一起 到现在的位置 我想把他杀死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没学过 就是传统教育 自私自利 从小时候 东西就不让人摸一下 长大了以后 丈夫给我了 知道感恩吗 不知感恩 爹娘把他养那么大 我不值得感恩 我的公公婆婆 结婚完事以后 我就想这就是我的 你就跟我过 你就得管我 你就得管孩子 你爸你妈死活 跟我没关系 自私自利 到底是什么程度 所以说咱们现在 教育孩子 咱们现在 姥姥姥爷 爹娘 还有爷爷奶奶 好东西 给咱们的孩子吃 好穿的 给咱们的孩子 现在咱们想一想 这些在教他们什么呢 第一个 这就叫 没有老人 不懂得孝顺老人 咱们干嘛 长着先幼着后 现在干嘛 好吃的全给孩子 加到碗里头 所以说 这就是 弃牢 取幼 是一大难 是一大灾难 当咱们 能给孩子的时候 满足了 他特别高兴 哎呀 您给我了 当咱们给不了的时候 孩子到外边 去抢 去偷 或者是拿刀 砍咱们的家长 这个大家觉得奇怪 所以说 从我这儿 就能看到 大家一定要教育孩子 怎么教育 女孩子 就让她学谦卑 学柔顺 学孝顺 学温柔 不能像我一样 这只是说 我说我做到这点 但是咱们 知道 当才张岳局上 已经讲了 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我在结婚这么多年 从来没停止过 对丈夫的欺压 没孝顺过父母 就是公公婆婆 不和 手里也不和 然后我的大姑小姑 都跟我都跟打变了 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的所做 我的所为 发出的能量 都是恶的 俗话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当你这一个人 你的做法 你的想法 你的行为 都错了 的时候 你发出的能量 是巨大的 都是恶的能量 当反回来的时候 反倒我们自身 那也是恶的 这就叫报应了 不是不报 时辰没到 时辰一到 肯定得报 这就是告诉我们 当你一个人 你不孝顺 公公婆婆的时候 肯定有灾难 就在前面等着你 大家看一看 我在93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 干活下地啊 突然 因为这个 守护拖拉机啊 这个驾车 这个司机 经验特别好 开了三十多年了 就在我们村里的 我那天 刚才下地 就是在走这个 斜坑上坑的时候 下边是养鱼池啊 很深的养鱼池 然后这个车啊 走到一上坑了 这把突然就失灵了 就一直 就拐着河里头去了 当时这个 我坐在 就是驾车司机 这些这个 儿子旁边啊 这车整个 从上边翻到 两个就翻下边去了 翻到下边以后 当时我就想 我说我这下准死了 可是 就是 这个水啊 到我这儿 我就挺奇怪的 我说这个 这个坑这么深 怎么水到我这儿 我还能就这儿 能喘出气来 我就这儿 时间往上拔拨 带着愣口公子啊 这个 就是这个车斗子 就给翻过去了 实际来讲 那时候正赶上 所有的 就是说那农民都下地 他们都赶到了 下河以后 就把这个 这个车给翻过来了 那时候得了一条命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出车祸 我跟我帐篷下地 然后我们拉的上边 就是那种 杀的那种高粱 我就坐在上边 就搅着自个儿 我就得下去 这个一下以后 我没通知我丈夫 因为车开得特别快啊 我就一下子 这脑袋就 就炸整个的遮下去了 遮下去以后 这胳膊啊 就躺在这个 就整个就是 打在这个车窟窿 前面那 这车窟窿就顺着 就压过去了 压过以后 我丈夫就一回头 哎呀 这怎么掉下去了呢 当时可是 我这胳膊就 就动不了了 然后他回来 把我扶到家里头 我待了半年 这胳膊才能恢复过来 就整个这儿 就全体 就是这骨头这儿 就基本上全裂了 所以说 这是两次车祸 还有就是身体上 也出现了大的毛病 坐着 站着 就是在这个 干去这个部位 不行 就跟站了一个气球似的 就是再往外站 你怎么认证着 也不行 你坐着也不行 淡着也不行 躺着也不行 然后吃东西啊 吃什么东西 就吐什么东西 吃完不如攻就吐出去 吃完不如攻就吐 你吃多少 吐多少 根本就存不住 然后就说 有时候疼得 支支个儿 哎呀 我说这怎么回事呢 不知是胃口疼 是哪呢 结果到医院检查以后 是严重的肝病 还有胆结石 1.4 里头好有好多的 就这种小胆结石 干我是多发性的 还有胆囊炎 这是在我这个部位 还有最要命的病 是在哪 就是在我这个脖子这 它自个儿就是 这个包啊 挤得特别快 开始的时候不咸 就是在这 就是稍微就肿起来了 逐天来之后 我就当时我就说 我身上带我给看看吧 就是开始就是吃药 吃药呢 吃了半年药 也不管事 那时候开始吃西药 就不管事 不管事 他可是就是随着一天一天 他这时间长了 他喘不出刺来了 这个包越大 我越喘不出刺来 到最后 这个所有的 我穿的毛衣 就跟我穿的这挂子 没有像这个 这个挂子 这个样式 这个不行 穿的毛衣 我都用那个剪子 给喝了开了 就是 他们实实就是这样 天天的就得转眼 累着这个脖领子 我才能喘出刺来 就好像有好多手 都在掐着我一样 根本我就动不了劲似的 就是这个呼吸能力 一点都没有 就是这样 到挺早 就是随着这个 一天一天 这个 就是这病情增加吧 然后我就去 我们天天有名的医院检查 当然检查以后 西医就告诉我 说你这个 是你干活累的 你什么毛病都没有 可是我天天喘不出来气 我就难受呢 憋得我难受呢 然后到家 我就开始就拔罐子 结果就拔出来的 就是全是那种黄水 跟那种 就咱说 就跟咱那鼻涕似的 就是都种黏黏的 就那种东西 就一点点往外拔 开始拔的时候是哪 等定最后就是拔的 全是那种大血块子 然后我一看这样以后呢 就是我又找到中医 这中医就是咱那一般的中医 他就给我开药 吃药 吃中药 连着服用汤药 最多的时候 平常就是十户八户 二十户那不算 最多的时候连着服了 二百多户汤药 服完以后还是不管事 就是我这脖子啊 就一直盯到我学传统文化为止 折腾整折腾我十三四年 这么多年都不行啊 你吃多少药 根本就不管事 然后最重了 我怎么办啊 我这个这个爸爸 甚至已经都动不了了 就是这脖子已经 这个就这肩膀的这一帽 整个就是大石头似的 你根本就没有肉的感觉 这个肩膀的是这样 这个胳膊 真是僵硬的 你回弯回不了 干活干不了 就是那时候我要是想回头啊 整个都得把身子炸转过去 才能看到后边 所以那时候非常痛苦 就是弄得我坐过不安 整夜都不安宁 然后我睡觉 我怎么睡 把这个枕头放在 我又一个桌子 把它放在桌子上 然后坐在这个凳子上 就这样扶着 或者是趴着 我躺不下 躺下以后就好像要死了似的 就整个就传不出气来 实际当中 这十多年当中 就是这一个就传不出气来 就是那时候 我就想 我说这怎么办呢 然后我又找到一位老中医 这个老中医 确实经验也挺丰富的 然后他猫猫我的脉 就跟我说 说哎呀 你这孩子 你脾气太大了 说我告诉你一句实话 你不改变你的脾气 你根本 你这条命你都够像 你是为什么吗 你就是你生气 你着急 你脾气太大了 让你这个经络都不通了 全躲在你这个 就全躲在这儿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那中医 老中医说 这就叫鼠窗脖子 过去咱就是在这个 就是这个病 在医学方面很难治的 如果说一旦得上了 很难治 那是阻死一生 老人家就告诉我 说现在你这已经都形成了 我当时 我就真有点胆小了 我说老人家 我说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他说你要是能改变你的脾气 你能改变过来 或许还有救 如果说你不改变脾气 你还这样下去 他说我跟你说一句实话 你这个大包啊 就是发烧 溃烂 这只要说一烂成坑 你这一命你就救过 谁谁想都把你救不过来 我听完以后 我就知道 我这是我生气着急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做呀 那就是哪一日吧 我难受该难受还难受吧 这是身体上我受到的折磨 然后在我精神上 我丈夫受不了我的气啊 丈夫就是有就是我 上次就是我们因为钱 我们俩打架以后 我丈夫就说 说我告诉你 你把我挤得的太难受了 你非得挤得出哑巴说话来 你才把羞 对吗 这回我哑巴就真说话了 当时我丈夫告诉我什么 说我告诉你啊 父母只有一次 我宁可我不要你 我要我的爸爸妈妈 我跟我爸爸妈过去 我不要你 你自然你跟孩子过 当时我听到他这话以后 我就更恨他了 我就就拉着他 我就告诉他啊 我说告诉你啊 我说你看你现在这样吗 我说我一定跟你玩不了 你走在道上 汽车会把你撞死 好嘞撞你腿舌胳膊烂 要不就把你撞一粉身碎舞 撞死你我就好受了 你死了我就好了 你不死我就不好 然后就是每天就这么 咒我的丈夫 他走了以后 我这撒气的又撒不了了 也咬不了了 也咬也挠不了了 就那时候我就真正就要疯了似的 就是天天就在这墙上 因为那时候我就家里就剩孩子 等我自己了 我就在墙上就痕迹就这么扎 就这么挠 把这墙啊 就这手就挠 挠得都出血了 这个脑袋就碰着都流血劲了 然后自己 哎呦想 哎呦我能让这种歇会儿的 才能就是很脾胃 就是就在这个墙下 或者蹲哪儿蹲会儿 就是这么多年啊 身体受到折磨 然后我在家里头 我根本就待不住 晚上啊 我进进不去屋 我一进屋里头就整个就跟要爆炸了一样 这么就进不去 然后在白天的时候 我就是到大街上去喊去叫去 只有这样 我心里就是说 这个才能出一点货 我心里头才能好受一点 我才能传出这个信来 然后那时候我的孩子很小啊 就是那时候我是怎么活着啊 天天是头不够的书 我不知道什么叫书头 什么叫洗脸 天天的就是脑头跌蟹就出去了 然后 晚上啊 看孩子都睡着了 我在打眼 就是死了个走 我转的转累了以后 我躺到屋里头 我就看看这房间 有时候我几天都不吃一顿饭 几天都不喝一口水 就是想 我怎么能让他死了 然后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我这目的只要能成了 我就算行了 甚至自个还可恶到什么程度 下跌到什么程度 我就想 我说我如果说 我要能用这种 不是人的这种方法挣钱的 我都有钱 我能把我的账户 雇人把他杀了 亏了当时我没钱 如果说当时我手里有钱的话 哪怕说超过五千块钱 也可能我的账户 胳膊水现在就没有了 然后 就是说 天天就受这种折磨 有时候把孩子领到大街上 我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孩子 这个 他是我亲生自养的 我不知道 对孩子什么感觉都没有 说哭 棒离坐 就自个儿哇哇就哭起来了 然后说笑 自个儿嘎嘎就乐 乐完以后 人家在那 我建立你干嘛呢 全部都不知道 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有一次 就是看到孩子啊 他就头边有一块石的 我当时我也没注意 孩子就是 就是我从头边走 我也不顾他了 孩子就从 我就从头边走 孩子就后边追着我 知道了 他没追上我 他孩子一跑 就整个就那 就那大石子一半呢 头边因为他那大伙 我们农村到 不是说咱们的百游马路 他是砖头的 轰轰的 什么都有 连查过棍子 啊 就是整个一块一块 转就把孩子这 就给 找不到给磕破 磕完磕破以后 头破血流了 是人家老乡亲 把孩子抱到卫生室 然后给孩子包扎好以后 把我跟他送到家里 那时我心里没有感觉 当我到家了以后 我就是我 现在我就说 我醒过来了 我看到孩子这儿以后 我自个儿就哭了 我就想 我说我的孩子啊 从生年来那天 就没有得好 因为我不会做妈妈 孩子十四年生病 天天除了感冒发烧 除了感冒就发烧 然后 就是跟我说这么多句 所以说 孩子没有得好 那时候我就想 我说我是一个 这么饿的妈妈 我活着有什么用 连孩子我都管不了 结果 我就 拿起农药瓶来 我就喝 我就想我不活着了 我活着没用 我说活着干嘛用 我爹娘不理我 我的姐妹不理我 我的孩子我不能照 所以说我拿起农药 我就喝 当时有孩子 他因为他就是 他不离开我 他就总在我周围玩 就是在窗户上 看到我喝 然后孩子就哭着就出来了 出来就 就赶紧就拽着我 就 就拉着我 妈妈您别死呀 妈妈您要死了 我找谁去 谁管我呀 当时 就是孩子就内生这样 那真是死心裂配 就是你 你这个人 你即使再没有人性 那孩子是你亲生掉下来的 身上掉下来的 是你亲生自养的呀 所以我看到孩子以后 我就心里 我就特别难过 然后我就把孩子捞住了 我说告诉你闺女 我说妈妈不死 妈妈能活一天 就让你送一天 我说你知道吗 然后就孩子就 就亲着我的嘴巴 舔着我 说妈妈 您别离开我 有您 我就能有妈妈 大家想一想 我处在这个环境 当时没有人 教导我去 怎么从这痛苦当中 走出来 我就像无数条绳索一样 把我捆得 结结实实的 我根本就动不了 我从这痛苦当中 解冻不出来呀 我给大家做一个最好笔 这个笔是什么 就像一间四面不透光亮的房子 因为我那时候 钱都就是一天 哎呀 一点光亮都看不见 一点希望都没有 所以说 我就在这个 一间四面不透光的 这一间房子里头 我每天就在这个 这种环境当中生活 大家想想 这是一个什么字 四面不透光的房子里 蹲着一个人 这人是一个什么字 对 是一个求字 一个好的人 被什么求起来了 被自私自利求起来了 被怨恨心求起来了 被自个儿 这个不孝的心求起来了 人为什么痛苦 当你对一个人 自私自利的时候 那就说明你就是一个贪 当你贪到了 你高兴的 你贪不到 你就起倦恨心 你就干嘛 往下发表来发表去 你就要杀人 你杀你最亲近的人 大家看一看 第二个 大家要明白 一个人绝对不能自私自利 一个人绝对不能有贪心的 千万千万要记住了 咱们这个 恶 不是说的 这个人生下来以后 就是杀人犯 不是那样 他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 我当初 我跟我丈夫结婚 我就是只想找一个好管的 我并没想说 我今天我跟我丈夫结婚 二十年以后 我要把你杀死 我没想这样 为什么这样 就是因为自私自利 就是因为贪心的 老把丈夫攥在手里 老想管这丈夫 所以说 就让你干嘛 灾难重重啊 痛苦是谁造成的 疾病是谁造成的 都是我们自己啊 就因为我们自己不明白这些做人的道理 所以说自个儿出手给自个儿下圈道 你自个儿往里钻 我刚才说的 这根绳索是谁给设的 都是我自个儿设的 所以说 这就是告诉大家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学圣贤文化 只因为我们学圣贤文化以后 我们才能明白 我们哪样做的是错的 我们哪样做的是对的 我们才不至于给自个儿 下这么多的圈套 设这么多的绳索 去捆住自个儿 大家说对不对啊 所以说 这当我就是痛苦特别难受的时候 要死我死不了 结果就是我看到 当我看到别人家都那么好 那么和谐的时候 我看到我自个儿仍然是这样 没有解脱了就这个痛苦的方法 所以说我第二次 我又拿弄啊 又喝了 这次是又是我的孩子和邻居把我做下来的 所以说这么多年啊 我看到河我就想 我怎么走进河里 我踏踏实实的 我也没有痛苦 我走进河里 我死 我看到火车 哎呀 我还是能 我能跟火车撞一下 我是不是 就是一下突然就走了 我就能好受 所以说 行走坐卧 我没有别的想法 以前是想害死丈夫 到那时候自个儿都要崩溃了 就想杀死自个儿 我时刻说 我都不想带着人世间带着 因为太痛苦了 就想有一个了断 就是正当我这么痛苦难受的时候 我就是现在我的老师学传统文化 他开传统文化 这个论坛回来以后 给我拿了一套光盘 他就说 他说的 这个光盘呢 给你看一下 说你这么多年 你这么痛苦 别人没法帮你 只有这套光盘能救你 当时我一听 我就演一亮 哎呀 我说 我你有救了 我就想 我说 这个光盘 他只要能救我 我怎么弄行 我签给 就是这个大姐 就是现在我的老师 我签给他磕头 他说你签别我磕头 你有救了 你看到这个光盘 你能好了 然后我再告诉你 给谁磕头 我说行 因为那时候不懂 什么叫传统文化 也不懂得 哎呀 孔老夫子 这个教导那么好啊 什么都不懂的 给谁磕头不知道 就知道 您让我能解脱 我就给您磕头吧 所以说我拿到光盘以后 到家一看啊 就是望着一坐 一天一休 我没动 为什么没动啊 开始就是 就咱们传统文化论坛的光盘 明天可能到临走的时候 就是咱们主办方那边 大家人手一份 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 这个光盘 陈大会老师讲 虚极必凶 然后我就自个儿就看着了 就是这老师就讲 说女人 做女人要有四种德行 第一个是柔顺的 第二是谦卑的 第三个呢 是安静的 第四个是忘腹的 怎么讲呢 这个柔顺吧 就是不刚强 不忤逆父母 哎 就跟着水似的 随缘就方 能和大家 能和谁都上来 咱们说句老百姓的话 跟谁弄着上来 然后 千倍的干嘛 不傲气凌人 什么是安静的 女孩子应该是 安安静静的 安静干嘛 脾气不大 不急躁 不暴躁 然后 在下边就是什么 就是忘腹的 忘腹干嘛 不损夫 不败家 我当时我这么一绿照 哎呀 我全错了 我不孝顺父母 我不柔顺呢 我刚强我母腻父母 然后 人家娶媳妇 娶媳妇 娶媳妇 喜气迎门呢 可是我丈夫娶了我 娶一个败家的媳妇 团队催大嫂 我不是咱们就看过汪男友 就是崔正英 余航夫妇 崔大哥说过 我姐夫倒霉了 姐姐 我告诉你 他娶了你这一个败家婆人 人家这么长时间都没发过来 你是一个倒霉的 然后王霜丽 王总 就是我们在一起 他就跟我开玩笑 他就说过 他说姐姐 我告诉你吧 他说你呀 你也就在我姐夫那儿 这样你要搁我手里 早把你打扁了都 非要打万事不行 真的就这么说我 其实谁能说是 这一句笑话 但是确实是真那样 就是我看完以后 哎呀 我错了 然后就看这些的 老师们讲的 都是用他们的亲身经历 用他们的血河来 再告诉我们什么 就学传统文化 你就没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学了传统文化 就能改变你自个儿的命运 那里头有多饿的杀烟饭 能改变过来了 把丈夫挤得成 癌症的 挤得死的 老师也改变过来了 那么我就想 我说我错了 我就 我就要从这错误 这底下我改变过来呀 所以说 五十年了 大家听一听 我没认过我错 都是人家不对 就是 都是我对 你们谁都对不起我 所有人都对不起我 所有的 这个家里头 丈夫什么的 你们全是错的 我为什么我命不好啊 我看你们这么一个公共婆 看你们这么一个丈夫 我命太次了 老天爷不公平 天天的 怨天怨地 就不怨自我 不明理 然后这下明理以后啊 就是 我就当时就是 就坐着 就是一边掉那 就一边想 当时我 和我的好处 我全想起来了 为什么 我进门这么多年 我们家没过过一天 复一日子 大家现在 就是我现在 学创众文化知道了 你这一个人 你没有得性 这钱能到你这儿吗 所以说我过半年啊 我下半年 这钱我不知哪找去 每当过日子 遇到困难事 都是我公公 我婆婆在帮助着我 给我遮风打理 我两个孩子 婆婆从来没用过我照 都是老婆婆一手 给我弄大的 冬天做棉衣服 贴着钱 给买好了 担衣服 给做好了 都给我们放好了 有时候孩子都整天整宿 跟着奶奶 然后我们下地回来累了 老人给我做好饭 你们过去吃饭吧 我的衣裳当了 老人都给我洗 可是在以前 我没看帮妈以前 我没想过这些了 我看完帮妈以前 以后我想起来了 当时我这眼泪 就哗哗地往下掉 我自个儿就在屋里 痛哭吃伤 然后我就想 我说太对不起 我的婆婆了 然后就转过天来 我就到我婆婆那边 我一退难以后 我就一下就给我婆婆跪着 当时我婆婆就老 我就哇的一声就哭来了 我说妈妈 我说我错了 我说妈妈我对不起您 我这么多年 我没有见过笑 我让您跟我操心操了 这么多的年 这么长时间 我说我是一个大不孝 我说妈妈 我说我这么长时间都过来了 时间过去 我拉不回来了 可是愿意用我十年二年的寿命 我就换您十年二年的寿命 我就求您 您健康 您长手 您多给我尽项时间 哦 我婆婆就当时就 就猫着我的脑袋糊涂着 我就跟我说 说孩子 我盼星星 我盼月亮 我就盼着你能回过头来 咱们就是一家人 然后 我的公公就是因为我和我丈母天天打架 就特别那次因为钱嘛 我公公只生气 竟然又急火攻心 急着脑出去 当时我根本就没照顾 然后就是 老公公已经接近八十了 老人家就病房三年 我从来没管 都是我婆婆关 当时我进屋磕头以后 我先给我的婆婆 就是打一盆洗脚水 大家都说嘛 说孝顺先从洗脚开始 因为你去感觉这种母案 然后我端了那门水以后 我就给老人家放那儿了 老公也看着我 我说爸爸 我说我给您洗脚 我说先给我妈洗脚 然后给我的婆婆 把袜子脱下来 鞋脱下来以后 当时婆婆不让 我说妈 我说您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说我谢谢您 当时就给我婆洗脚 当我猫到老人家脚的时候 我就 当时我就痛无事上 我为什么 我的丈夫那么好 谁给我养呢 不是我的婆婆吗 我一轮酷一轮给我 给我婆洗脚 一起一个妈妈 结果那么多年 我没叫过妈妈 当时给我婆洗脚 我一起一个妈妈 一起一个妈妈 妈妈 我对不起您 妈妈我错了 妈妈 我真感恩您给我养了 这么好一个丈夫 然后我公公 就是看着我 我就就跪到我公公 跟前我就跟我公公说 我说爸爸 我说这么多年 我把您气成这样 我就现在 我看了他的文化的光盘 我能明白了 我说我从今往后 我一定要咱们战记了 我一定要还这个月 当时我公公就看着我 就是嘴里的说话 也不太精神 就跟我说 说孩子 说我希望有一天 我还能站起来 我还能帮你去干活 你知道我有 这么心想 我有多长时间了 你知道吗 当时我听完以后 我就又哭起来了 为什么 老人定闹在床上 是我给气的 可是老人还那么近 想着你这儿女 有这样的好老人 我感到特别的高兴 所以说那时候 我就下这么一个大决心 我说无论如何 我说我一定要 让我的公公站起来 就即使是我的公公 需要我的胳膊 需要我的腿 我给他去拉下去 需要我的心 需要我的肝脑 去给老人去拉下去 我一定要让老人 幸福健康 当时我幸福 从我们镇上 给买来的泡脚药泡脚桶 就给我的老公公 泡脚做按摩 我就跟老公公说 我说爸 我说我一定 让您站起来 结果就是天天 不管说是多累 我就天天给公公 从早晨到中午 只要有时间 我就给公公按摩 只要有时间 就给公公按摩 就是一个多月的时候 就这个时间过去了 就是看不到什么效果 然后老公公就跟我说 说孩子 说你只要回过头来 我就心满意足了 虽然说是 说你现在天天 给我做按摩 可是这个病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它不可能好啊 我看你天天累的这样 满头是汗 混血是汗 说我都心疼的 说你别做了 我当时我就跟老公 说我说爸 我说我就记着 孝经里头 有这么一句话 说孝季之志 能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 我的理解是什么 就是当你这一个人 你孝心达到一定几点的时候 那么就无所不通 任何障碍 都能够突破过去 我说老总统的教导 是千百年来 智慧的捷径 经验的总结 那么我们的 土老爷爷 告诉我们后辈 他不会用一句假话 去骗我们吧 所以说 我就跟我老公 我说 我说爸爸 我说老祖宗教导 不会是假的呀 我说要是这样 我心我还不成 我还没跟您没通 我说您放心吧 我说的 我一定要让您站起来 这是我就是 就是这个老祖宗 这个教导就在激励着我 就在鼓励着我 我一定要让您站起来 当时我就四处打听 哪怕有按摩的 就是这个师父 经验有好的 我就去学习 结果就是 就过一段时间以后 有人介绍给我 说有一个老先生 就是特别好 当着以后 他说有很多的 这种一般的这病 倒上这就去两回就好了 结果我就去了 当着以后 我就跟老人说 我说老人家 我说我的公公 让我气 就是气瘫痪 在床已经三年了 现在我给做按摩 根本就不见效 我说我想求您 您能帮助我 当时老人家就一看 我就这样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因为现在就是经济年代 你如果说你学到了以后 人家不知你是干嘛的 你学到以后 你也把人犯完 抢了怎么办 我说老人家 我不抢那犯完 我说因为气老公公 给气瘫了 那是我犯了大罪了 我就想在老人面前赎罪 我就想让老人站起来 我就这么一个心愿 当时这老人就是没大了 就这样瞪我两眼 然后自个儿就干别的些了 而我就想 我说这怎么办呢 然后第二次 我回家以后 我看 到家以后 看老公公 看在那儿 我心里就 一看老公公 我就想哭 一看老公公 我就想哭 因为老公公就是 然后气瘫了 所以说我自个儿 就心里特别的 就我下留心 我还去 干嘛 我心到我的一定程度 我肯定跟老人 我跟这老人都要通的 然后我第二次去的时候 我就给老人跪下了 我就给老人跪下 以后我老人家 我说我真的 我不求我求您这 还是这点技术 我去赚钱 我去两家户口 我不去那样 我就想老人让老人站起来 我说无论如何 您要见过我这些方法 因为老公公 让我气叹了 现在我学圣贤文化了 我就让给老人一个心理安慰 我一定要把老人 这个腿给按好了 然后就老人就看到 我这儿以后 老人说行 我交给您 就是说 我看到所有儿媳妇 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 就你这么诚心实意的 你不管你这样 你即使你赶门 你开诊所 我都不管你 我交给你行吗 但是我跟您说 我真是就跪在地上 真给老人特想到 因为什么 老人能交给我了 所以说 我按照老人说的这方法 我就到家给我的老公公按摩 半个月时候 我这老公这腿 当然因为心里都一个作用 老人家你一定能好 老人家一定能好 我心里就是民大院 结果半个月时候 老人家就是这腿就能动了 到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 老人下地就能走了 就是到10年的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家里头盖房 老人真满院了 推着三根车 给我就往院里倒砖 应该 就是 说实际的 台下所有的家人们 因为我就在这里的年纪最大 就是我的父母 年长 年纪跟我差不多 就是我的兄弟姐妹 所以说我在这里 称大家为家人 真是哪 当我们孝心 道定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么就会 干嘛 赶天重地 为什么说 这个孝季之志能通于神明 咱们说什么样 刚才张女长说的 不是说的 咱们这些个鬼神 不是那样 这什么是什么 就是咱们指咱们的内心 本性 我们的本性 都是本善的 老人的本性 也是本善 当我的 我的本性 本善 出来的时候 我跟老人 是不是就能通了 老人通了以后 身体毛病就没有了 老人就能吵起来了 所以说 老人好了以后 我这个脖子 就是吃点药以后 就是在这个部位 到现在为止 台下的可能 您看不清 就是在这个部位 它这是 这个肉皮 到现在为止 跟别人还不一样 它是发白的 从这开始 就一点点裂口 自个就裂口 裂口 然后就顺着脖子这 一直盯到这肩膀那 就一点点 就这口越来越大 天天流黄水 流了一个半月 特别人流 就是这个晚上 整个这个肉的 全是了 一边流 这个包一边缩小 一边流 一边缩小 结果 就是一个半月以后 再看这脖子 已经什么印记都没有了 它这个黄水流出以后 这皮肤 就是恢复特别好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见 看不见 就是现在一点疤痕都没有了 这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心态 由恶转成善了 由不孝转成孝了 我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 不再扭曲了 所以说我们的身体就好了 胆年十一兆 就在10年的时候 因为这两年 我也没做这个B超 我相信我已经好了 在10年的时候 那跟陈大慧老师在一起嘛 然后就是我抓加来时间 我就坐一下 就剩一个0.3不点一块了 那大夫就挺惊奇 说那你吃什么药了 我说吃什么药 稍微用点药就好了 他说你用什么话 你用介绍介绍 我说我告诉你 不告诉你 等以后机会成熟 我再告诉你嘛 其实就是咱们心态改变 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咋年睡也好了 咋囊眼也好了 肝硬现在也恢复正常 大家看着现在 看着就是我现在 像有病的样 所以说 静随心转 我们这个身体 是我们的这个心主宰着 当我们那个心好了 我们的身体自自自然然就好了 对不大家说 学到传统文化以后啊 就是在老人 孝顺老人这方面 就是我做到了 这个几点 三心二意 我给把这个介绍给大家 这三心二意 不是说我对他三心二意 对他一点感觉没有 不是那样的 因为我改变过来了 什么是三心呢 第一个啊 就是要让老人 有一种喜悦心 说咱们老人 像我这个岁数 我的丈夫 有一个弟弟 有四个姐妹 有三个姐姐 一个妹妹 然后我就说老人 寒心如虎 把他们都养大了 如果说娶到一个好的媳妇 那么一家都和和睦睦的 那么娶到像我以前这样 一个败家媳妇 整个这家 让我挑的七八糟的 根本我大姑子他们 我小姑子都不上我们家去 所以说在学习圣贤文化以后啊 我就投一个做到什么 就按照弟子规上面 我我就是能做到哪 我就做到哪 第一个就是说兄道友 弟道工 是兄弟母校在中 就是每到星期六星期日 大家都有时间 还得有时间 我们都聚在一起 所以说从我学传统文化 到现在已经三年多时间了 我们家里头 没发生过一次吵架 就是我这大家庭啊 就是每到过节的时候 三十一般的 在我们天津地区 就是姑娘都不进这个娘家 过这个三十去 但是我们家不那样 我们家姑奶奶 就去我们家过三十 整个是一个大家庭 然后过八十五 时候也是那样 为什么 大家都聚在一起 老人年纪大了 他都需要儿女在跟前 这个不管你是给多少钱 那个不管用 只要说儿女在跟前 老人就高兴 所以说我就每到一个星期 把大家聚在一起 我们大家过一个 就是一个快乐的 这么一个周末 这是第一个 就是为了让老人 都跟大家在一起 然后就是第二个是什么呢 都跟老人聊聊天 老人四十大了 他有时候咱们年轻人 看电脑啊 上网啊 把老人弄在一边 老人就一种 哎呀挺失落的 没人理我了 耳头背了 眼花了 我老了 老人心里的负担 就特别重 所以说我就带头 当时我不管我的孩子 我就跟老人坐那儿 其实以前老人 就是讲过很多事 我根本就没感觉 就是现在 我给大家分享两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跟老人待着 老人就给我讲 讲一个什么 粮票的故事 就是在58年那时候 就是在我们那边 我们我不知道 咱们这个地区是什么呀 就是叫吃食堂 大家都在一起 因为那时候粮食特别紧张 就是在一起 每天就发 每个人 每一个人 一个月发三十斤粮票 或者二十四斤粮票 就是大家都就是 每次就是到着打饭 吃完饭以后 然后就是第二天 还上那去吃 就是那种 然后呢 我的公公就是在这食堂里头 给大家做饭 就管那粮票 结果就有这么 有那么一天 发现一锁粮票的 少了三十斤 就整少了一个人的 实际当时我公公 已经知道了 就是这个人 拿走粮票了 其实就是 他也是因为当时困难 如果说 这要是难过以前 我知道 我就肯定就要打起来了 可是我老公就跟我说 说当时我什么都没言识 为什么 第一个 他家庭困难 这能理解他 就是理解拿粮票这个人 第二个呢 咱们不必跟别人 结那么多的冤仇 所以老人家非常有智慧 就是用那个 当连夜自己啊 一个队有好几百人呢 当时连夜 就是用那个小卡片 做成假粮票 然后把假粮票换成真粮票 就是第二天 就是再发大家假粮票 就是免得这个三十斤 这个粮票 变成粮食给流逝 大家 我这么说 大家能明白吗 就是 说这个故事是干嘛 让大家能知道 不要 老人家非常有智慧 就告诉我 不要跟任何人 结那么多的冤仇 这是第一个 再有遇到什么人以后 你要冷静下来 冷处理 千万别惹处理 这不就避免一场口舌之战吗 大家说是不是 第二个 老人跟我分享什么啊 老人说了 说的老人家啊 丁三十多岁才结婚 我的老公公哥四个 老人行老 怕老人 就是怕我的奶奶婆受罪 我的公公 盯到老人去世的时候 三十多岁才结婚 在我的奶奶婆活着的时候 我公公 上那个 去天津给 给拿药去 怎么拿 那时候特别困难 没有自行车 怎么办呢 走着走 到车站 走十多里地 然后坐车 再到天津拿药 回来以后 正敢下大学 这个雪都盯到 就是到腰这 就是那时候的雪 特别大 然后顶着雪 一步一步一步 走到家 到家已经都半夜了 老人想吃什么 那时候没有自行车 赶上没有车 老人家就只能从天津 天津离我们家 最近是七十里地 老人家就一步步 从天津走到家 所以那时候老人 就是对我的奶奶婆 特别孝顺 就老人经常都讲这些个 学说那种文化以后 我就能明白 老人讲这些个 都有老人的道理 如果说老人 不懂孝顺 真的老人 没有今天的 老人特别慈悲 特别孝顺 这就是给自本 种这么一个善心 我们这一个家族 都是七十多岁没的 唯独我公 我今天八十二了 现在还特别硬了 这是第一个 就是让老人有欢愿心 第二个呢 就是让老人干嘛 安心 我这岁数这俩 老人家最少有两三个孩子 都要轮班 当我就看到 我们家里的周知威 这些老人轮班的时候 真是我的眼泪就往下倒 屌 为什么 看到老人每次搬家都特别痛苦 拿着个东西 年轻的时候轮班 需要使车拉着走 上点岁数 扔了 需要使自行车退 顶到七十多岁 八十来去了 怎么轮啊 手低了一个包 就走了 当老人把这些东西 一点点扔的时候 老人真是 他心里在流泪 为什么 老人节俭一辈子 看到东西都被年轻人都扔了 或者是自个儿这东西 老人年轻人根本就干嘛 他不爱他呀 不爱这些东西 全被扔的烂结巴了 所以老人非常伤心 我看到这些以后 我不让老人轮班了 我就告诉我 我说爸爸 您就跟我在这儿 您看我能伺候您 您的他人是在这儿 您活一百 我伺候您一百 您活一百五 我伺候您一百五 您只要愿意跟我 您就我在这儿 所以说老人特别安心 老人就说了 建立呀 现在我跟你过 我心里特别踏实 就是做到了 养老人的身 养老人的心 还有一个让老人什么 盯最后 咱们要与一个真正心 对待老人 干嘛 我给老人看光盘 老人就是学一些盛年文化 知道自个儿也有错 就告诉我 哎呀 还是学盛年文化 好 我这么一对 我自个儿也那么大错呀 我就跟老人说 我说爸 我说咱们人哪 有好几个过程哪 第一个 咱们是人 他要成为一个好人 他要成为一个闲人 最后成为一个纯净纯善人 当今最后 咱们干嘛 成为一个善善之人 大家说 对不对 这就是咱们笑老人的治 所以说老人 现在跟着我 老人家特别好 特别高兴 真是 就是 咱们这二一 我也甭说了 就简简直说吧 就是让大家 就是让咱们家人都满意 为什么呢 咱们过日的 过的就是咱们一个女人 大家说对不对 咱们的丈夫进家了 从一个就跟孩子问 你反正我丈夫就这样 你妈呢 你妈干嘛去了 对不对 孩子一进门 妈 他没有说 爸 没有爸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女人 上托着老人的幸福 下边承载着这个教育儿女的重任 中间 帮助丈夫 祝福腾德 所以说我们的女人 相当相当的重要 这就是说我们女人要学女德 要学圣贤文化的重要性 在这里的我也不给大家气点 因为时间太紧张了 所以说就是在这里的 我真心的就是 请求大家 多学习圣贤文化 把我们的学习圣贤文化 把我们的孩子都能教成一个圣贤的孩子 然后我们的家庭和谐了 我们的社会自自然然的 你不如智就和谐 大家说对不对 所以说 就是学圣贤文化以后吧 我的家里就有好多的变化 确实是 现在已经十二两半了 时间太紧了 就是在这里 我跟大家说几句 最中道的话 第一个 学习圣贤文化 说我们在这里听了 都是我们积累了多长时间 原本才能大家再聚在这里 我记上 我今天古古是二岁了 我第一次来到何泽 和大家在一起 我们大家相聚在一起 也是一个缘分 那么我们大家都能听老祖宗的教导 那么也是一个缘分 所以说 我们闻道了 闻道了干嘛 必须立行 一定要记住 就是我的老师在无数无数次 教给我闻道做道 一定要做道 大家记住 一定要做就 咱们学圣贤文化 不是给讲人讲理 说我爸没走 我给讲理吧 你这么不像 您这不对 不是 而是我们去做 我们做到以后 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 去影响我们的家人 去影响我们的周围人 给大家做一好样子 学这个圣贤文化 是在无性当中学的 不是在有性当中学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这是我的体会 然后 就说第二点 说我们要感恩我们的公公婆吧 下面这几句话 就是谭大会老师给我总结的 第一个就是 公婆如父母 为我生丈夫 丈夫是靠山 父母公和恩德众 知恩必报恩 儿媳圣女儿 真的 我们一个每一个女人 都是我们的父母养的 当我们的父母 把我们带到世界来 我们只是完成一半 那么我们有 我们的另一半 那就是我们最伟大 最慈悲的 我们的婆婆去给我们去养 并且养大以后 双手 捧给我们 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丈夫 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我们家庭 我们要知道就怎么去做 然后 真是 然后老人 把丈夫养大以后 给我们 娶妻圣子 给我们一个安稳的家庭 所以说 才能完成我们的整个一个缘 我们的人生才圆满 所以在这里的真 我也是真诚 呼吁我们所有的姐妹们 一定要尊重我们的老人 一定要孝顺我们的公公婆婆 在这里 我也祝愿所有的公公婆婆 都能够健康长寿 祝愿所有的每个家庭 都能够夫妻和睦 因为我不会唱歌 但是我每当听到婆婆不是 婆婆也是妈这个歌的时候 我心里就特别感慨 所以我要把这首歌 奉献给台下所有的家人们 您能唱 您就是用您的真正心唱出来 表达出您对婆婆的真心 对婆婆的真爱 感恩 祝愿所有的家人们 新年转发负式 收盖 母亲 父男�� 鬼泽式 M включ 美 可是明明是爱好 但明明还相爱 爸爸也是妈 明明是哭了 你把日子扶养大 你今儿时还忘了 让你累算了 让你累穿过 幸福生活天路里 让你有个温暖的家 轻轻地吵响吧 破破也是妈 而是否让你生 我幸福还快乐地冷下 啦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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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爱是否让你生 我幸福还快乐地冷下 你们的付出 不是预言所能描述 你们的声音 给了我们多少岗路 为了文明的传承 为了天下的河梦 默默无私无怨 无悔地付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